众所周知 芯片乃至整个半导体行业 基本都是在一群男人的领导下发展至今天 而如今那些足以晃动产业天平的半导体体业中 核心人物也基本都是男性 比如英特尔公司以及摩尔定律的缔造者哥德摩尔 还有大家熟悉的皮衣刀客简三皇 而剩下的那位则是助力于一群XY染色体中最为亮眼的存在 是这个以男性为主场的领域里真正的女权代表 她就是被大家赠影苏妈一称的丽莎苏 苏兹芬博士 本期视频我们就将和大家聊聊 这位超微半导体女王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在1969年 台湾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诞生了一位千金 被父母取名为苏兹芬 并在她三岁时和父母一起移民了美国 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孩 从小就喜欢捣鼓家里的各种电器设备 并且研究她们是如何运作的 不过她的父母并没有因为这些稀奇古怪的行为而责怪她 而是从中发现自己的孩子非常具有成为理工科兼自身的天赋 于是在父母的鼓励和帮助下 苏兹芬成功地运用了这份天赋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跳级进入了纽约布朗克斯科学高中 这可是美国顶级的高中之一 曾经出现过六位诺贝尔奖得主 从顶级高中顺利毕业之后 17岁的苏兹芬考上了知名学校 马胜利工学院 而她选择的专业 则是这里最难的专业之一 电器工程 选择的理由也很简单嘛 因为攻读电器工程 是她当初所认为最难的事情 所以她就结选了 嗯 不愧是你苏妈 然而如此优秀又渴望挑战了她 在几十年后回到母校演讲时 这表示自己当初只是个还OK的学生 随后苏兹芬在25岁时 修得了自己的MIT博士学位 结束了作为尖子生的旅程 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很好奇大家25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 与她开挂班的学生生涯相比 苏兹芬几年前的工作生涯 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不过就是加入了IBM负责研发铜晶片 让当时整个业界的芯片处理速度 提高了20%以上 以及成为了菲斯的首席技术官 主导研发了包括Kindle在内的知名产品 所使用的微型处理器等等而已 那时的她还没有遇上一个机会 一个让她证明自己 不是一个只会钻头搞科研的机会 而比试的AMD 由于从技术到产品全面落后于隔壁的蓝队 其市场份额正在被逐步蚕食 随后导致公司的管理层动荡十分严重 各个部门的领袖纷纷离开了MD 在股价一路狂跌之后 股东们意识到 必须选出一个新的领袖来拯救MD了 可此时的MD完全就是个 烂尼扶不让强的状态 任何人想要去接手这块烫手山芋 就等于是在进行一场豪赌 如果成功挽回了 那可以吹一辈子 成为业界的传奇 而要是失败的话 那这个人很有可能 就会沦为MD倒闭的背锅侠了 在这样的场面下 尽管MD求助于各路大神 但绝大部分都毫不例外地拒绝了他们 最后找上了苏自芬 一个很懂技术 但似乎不太懂商业的女博士 其他担任MD的高层管理 似乎非常合适 而她在看了一眼MD的惨烈股价 和市场占有率之后 很快对MD做出了回应 行 仔细想想也毫不例外 毕竟这个女强人 在当初选择 攻读电器工程专业的理由 仅仅就是因为男而已 那么如今一个天大的难题 摆在她的面前 或许只会让她觉得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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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来了 于是她加入了MD 担任高级副总裁 首席运营官 以及全球业务总经理等职位 我们熟悉的那个苏妈 就此展开了人生的下一个篇章 放眼另一边 MD的股价依旧在疯狂下跌 根本没有人在乎 是谁又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新领导 隔壁英特尔时任的CEO 甚至公开表示 MD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已经把现在的竞争对手 换成高通了 事实上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 在苏妈上任的前几年里 MD的市场份额 依旧被英特尔花式吊打 尽管英特尔这边 挤了好几代的四核心牙膏 但MD在消费及产品领域 依旧是毫无竞争力 不过苏妈这边的应对之策 则是相当冷静 在了解了MD过往的经历史 并结合了自己在IBM和Face工作时 获得的经验之后 他对英特尔这个庞大的竞争对手 选择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 跑路 当然只是暂时的 因为苏妈很清楚 在英特尔霸佳了PC端处理器的今天 不论怎么对抗都是无拘于事的 既然打不过 那就得拉扯 PC端竞争不了 那我们还有游戏主机端啊 并且苏妈在IBM工作期间 就曾担任过游戏芯片研发部门的主管 对于设计这类芯片来说 他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 并且他也有信心带领着MD 在这个几乎没有大型企业触及的领域里 称王称八 于是在等等的一年之后 MD发布了他们全新的低功耗处理器架构 每周报 这也是MD旗下第一款 采用了28纳米工艺制成的处理器架构 再到2012年发布后不久 索尼和微软那边都宣布 自己的下一代主机芯片将使用此架构 这也就是后来Xbox One和PS4上所使用的芯片 随着这两款主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热销 苏妈进入AMD后下了第一步大气 才算是七开得胜 也让他在2014年正式接任了AMD的CEO职位 这可而公司创立45年以来第一位女性CEO 尽管在游戏主机芯片的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AMD在电脑芯片的领域依旧是一败涂地 当时英特尔的库瑞四代几乎碾压了所有AMD桌面端出的器 而他们即将发布的第五代库瑞Broadway的架构 则已经开始采用14nm制程的先进工艺了 反过AMD这边高端产品一个拿不出 而中低端更是被英特尔用星海战术打得满地找牙 PC市场的全面崩溃也让AMD的股价始终上不去 看来是时候推出AMD的新产品了 于是在苏妈上任CEO之后 再开始将整个公司的重心向研发新产品倾斜下去 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意识 在如此惨淡的市场表现之下 AMD的资源显然十分有限 倘若要研发新品就意味着很大幅度的资源倾斜 这势必会导致公司的一部分群体也有些不满 而苏妈这一步则是走的斩钉截铁 毫不拖泥带水 首先它去掉了一部分没有那么有用的部门 让AMD宣布全球采运7% 而那些收益较小的项目也在这个过程中一并被砍掉了 那这些多出来的资源嘛 则被全部用在了几个神秘的研发项目上 苏妈相信AMD的未来将会以这些项目的完成来铺垫出道路 对于AMD的示威 公司内外的质疑声和批评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少媒体认为 苏妈的到来并没有解救AMD的颓势 那时甚至有人嘲笑 AMD之所以没有倒下 是因为英伟达和英特尔不想背负垄断的罪名罢了 而股东们也十分质疑 这位科研人员出身的女性CU 一直以来的工作内容 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并且提供股东和公司更多的信心 苏妈举办了一场AMD的未来战略发布会 在大会上 她慎重地讲述了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内容 以及公司在未来着重耕耘的领域 她将让AMD再次进军高性能电脑的市场 我们不知道这场大会是否让股东和外界 对AMD感到了一丝希望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AMD的日子还是不太好过 2016年 其市场份额不足10% 股价最低时也是来到了2美元以下 公司的众多高管也纷纷宣布离开 此时又有传闻说 另一家知名芯片厂商赛林斯 正在考虑收购AMD 而处在舆论中心的苏妈 此时则是缠了下来 她当然知道 目前公司的处境十分糟糕 不过作为实干家的她 绝不会毫无准备 就像30年前 她不会毫无准备的选择MIT电机工程学一样 此时她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AMD全面反击的机会 而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不久之后 AMD的研究部门传来喜讯 新一代Zen架构已经完成 这款赌上整个公司命运的产品 总算被正式公开了 这就是锐龙处理器 随着这一代全新架构的问世 一直以来 苦于英特尔进步缓慢的游戏玩家们 得到了更新 且更便宜的选择 初代锐龙处理器发布之时 则直接对标了 英特尔当时最新的 酷睿6代 一击7代 在旗下产品 R7-1800X的理论性能 V2领先 i7-6900K的同时 其售价仅为后者的一半不到 而其他的产品 同样是在领先性能的前提下 做到了更低的价格 这无疑是让当时的英特尔 吃了一剂闭门根 尽管初代锐龙 因为其内存兼容器 以及较肉的单核性能 遭到了一部分用户的诟病 但其出色的性价比 却是毫无疑问的 而这也仅仅只是个开始 锐龙处理器 在后来的几年里不断进化 最终在2020年发布的 5000系Zen3处理器 全面超越了英特尔 同期的11代Core 这也让AMD的股价 从开始的2美元 上涨到了最高160美元 成功逆袭 从斯玛开始掌管AMD 到力挽狂澜拯救AMD 也不过我经历了不到10年的时间 10年时间已经足够 让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机厂商 走向衰败了 而AMD不仅没有衰败 而是走向了更好的未来 这一切与斯玛布下的战略 是密切相关的 而这位曾经没投资人 要求降低薪资的CEO 现在的年薪则来到了 近3000万美元 成为了全球收入最高的女性高管 而谈起成功 斯玛从未凸显过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被问到 对于自己成为整个半导体行业的 第一位女性CEO 有何看法时 他只是简单地表示了荣幸 并表示 如果人们能够在3到5年之后 意识到他为AMD带来了特别的东西 那将比第一位女性CEO 这样的评价重要得多 如今的AMD 在个人游戏主机的芯片里 独占凹头 而个人电脑芯片业务 也是蒸蒸日上 此外在斯玛的带领下 AMD还反向收购了 当年对他们胡适担担的304 在企业服务和云计算业务上 也已经逐渐壮大 旗下的骁龙处理器 已经成为了企业级处理器的代表产品 显然 苏玛和AMD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 他们还想要更多的市场份额 甚至一个属于AMD的时代 就好像他毕业了几十年 回到MIT 听演讲师所说的那样 你的梦想就得远大一点 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苏玛 让大家喊出AMD YES的苏玛 当然在这动荡的2022年 AMD或者说苏玛 也并没有一帆风顺 前有锐龙7000实力 或有7900卧龙奉出卡 独显的市场的占有率 也是达到了苏玛商人以来的历史最低 一波轮回似乎又绕了回来 至于后续的路要怎么走 苏玛能否再次力挽狂澜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以上便是我们对于苏玛开挂般的 禅定之路上 零星几点小故事的介绍了 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业界传奇人物 也非常感兴趣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中告诉我们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能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迪克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